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衣食部影视作品强势来袭,罗云熙再次合作双小花 一部优良的影视作品,除了剧情吸睛又新颖,演员演技实力,以及导演运镜等的要求之外 当然也少不了演员们之间的CP适配度 尤其是CP感超强的演员们在剧中的各种甜蜜互动,瞬间就能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最佳荧幕情侣代表 相信大家偶尔也和小编一样,在陷入剧情和他们的粉红泡泡中的同时 除了希望能帮他们直接把民政局给搬来之外,也希望能够再次看见他们在影视作品上的合作 那现在就让小编为大家盘点再度合作演员的衣食部影视作品 多对最佳荧幕CP再次上线,看看你喜爱的荧幕情侣是否也在榜单吧 一追光者罗云熙,吴倩 合作过和以生肖默上古情歌 最令人期待的无疑是罗云熙和吴倩啦 两人即合以生肖默上古情歌后三度再次合作新剧追光者 消息一公开瞬间让拳王忍不住直言,也轻回 当年罗云熙和吴倩在爆红剧合以生肖默中饰演学生时期的合以称合照陌生一角 两人青涩又自然的演技深深打动大家 人气也在该剧开播后瞬间暴增 而这次以民间公益救援组织未题材的追光者中的再次合作,依旧CP感满满,让人不禁开始期待开播 追光者剧情讲述律师罗本·罗云熙是在西川地震发生后,前往灾区寻找妹妹罗云的同时 再次与早已交悟的急诊科医生展颜,吴倩是意外相遇 在灾区与公益救援组队员的相处中 罗本渐渐地被他们舍身救人的精神和展颜高超的医术给感动了 并开始对展颜刮目相看 也因此,启发了加入公益救援队成为救援队员的想法 在经历一连串的魔鬼训练,罗本和展颜以生命救援生命 两人不但成为了彼此的人生伴侣,也成为了最佳拍档 二长月尽名罗云熙,白鹿 合作过半世蜜糖半世商 你没看错 罗云熙和白鹿在记半世蜜糖半世商后 即将要再次合作出演改编自腾罗未知的古装言情小说 《黑月光拿稳B.E.》剧本的长月无尽 罗云熙和白鹿在半世蜜糖半世商中 无论是颜值和CP感还是演技实力都十分搭配 长月无尽的影视改编可说是万众瞩目 光是幕后团队就十分强大 不但有甄嬛传的美术团队还找来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特效团队为其制作 而主演阵容的实力也完全不容小事 一个是有着古装剧天花板之称的罗云熙 一个则是前段时间凭借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爆红的白鹿 让大家忍不住直言长月尽名绝对是不爆款剧 三星和灿烂吴磊赵路斯 合作过长歌行 吴磊和赵路斯这次的再度合作消息一公开 就让网友们期待不已 两人虽然在先前合作的长歌行剧中没有太多对手戏 也不是官配CP 但两人之间的反差萌氛围也让不少网友刻起了CP 吴磊和赵路斯合作的《星汉灿烂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同名小说 剧情讲述因战乱而成为留守儿童的承扫商 赵路斯是因一次阴差阳错下相识了新地义子灵不宜吴磊事 也因此卷入了灵不宜的家庭与绅士之迷中 一个霸气十足 一个温柔委婉 两人互相扶持和成长 也在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的同时 互相治愈比 四上时徐凯、吴景妍 合作过《沿喜攻略》 傅恒和魏英洛的这对CP是多少人心目中的一男评啊 徐凯和吴景妍在《沿喜攻略》中爱而不得的感情线 不但打动了人心 也成为了大家的遗憾 这次两人再次合作古装剧上时也算是 圆了大家的梦吧 少女姚子金 吴景妍是在招选天下善烹的女子入宫的选举中被选位上时局宫女 不但烹饪技术越来越进步 也在其计百出下领悟了时的意义 而姚子金在一次巧合下与皇子朱瞻姬徐凯士相识 两人各种欢喜冤家般的斗志斗勇令人哭笑不得两人互相支持和鼓励 将美食的意义和传统美食传递给大家 五南风之我意诚意 张雨昕 合作过琉璃梦醒长安 诚意和张雨昕三大作品即将来希腊 虽然在琉璃中 两人并不是官配CP 但古装剧梦醒长安和现代剧南风之我意 两部影视作品连续合作的消息 一公开瞬间就引起全网注意 南风之我意改编自七微的同名小说 虽然说是不高甜剧 但从预告片来看 这似乎是不甜虐剧啊 南风之我意讲述的是药物研发员傅云申诚意识 和外科女医生朱旧张雨昕 是在一次的人道主义救援中 经历各种困难和阻碍 终于寻找到了一种特效药的药用植物 但两人却因一场意外车祸事故 而分离并产生了误会 半年后 朱旧以家庭医生的身份 再次闯进在傅云申黑暗的生活 两人兵事前嫌 在命运弄人的过程中 用坚持和爱治愈和守护着彼此 六不期而至彭观英、蔡文静 合作过阳光之下 说到阳光之下 大家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太会选角了 无论是形象还是演技实力 彭观英和蔡文静两人可是被全网认可 最符合原著小说中男女主角的演员 虽然这部剧结局也让众多戏迷们感到遗憾 都希望两人在收官后能够再次合作 所以由阳光之下制作团队打造的新剧 不期而至终于实现了戏迷们的心愿了 不期而至再次找来了 那彭观英和蔡文静担任主演 剧情讲述的是小公主阮珍珍蔡文静是在丈夫去世后 一夜之间成为了落难公主 还兼负巨额债务 而曾是校友的高骏彭观英是以律师身份出现的当下 不但帮助阮珍珍化解危机 也让她逐渐学会成长 两人一开始的相处虽然有着防备和不信任 但在朝夕相处下 也渐渐打开心扉 互相帮助和治愈 7.落花时节又逢军 袁冰炎 刘学义 合作过刘黎 袁冰炎和刘学义虽然曾在刘黎合作过 但并不是官配CP 这次在古装仙侠剧落花时节又逢军二度合作也让大家十分惊喜 落花时节又逢军改编自蜀刻的同名小说 更被成为世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 最好看又最浪漫缠绵的神话爱情仙侠小说 因此在影视版的消息公开后 也引起了众多书迷的关注 落花时节又逢军讲述的是茶花小妖红宁援冰炎世 在仙界百年一度的花朝会上 香神尊锦秀留学义士告白 但却因仙妖有别而告白失败 为了能够和锦秀在一起 洪宁开启了500年的修仙之路 即使修仙成功了 两人最终还是因为锦秀 娶他人为妻而分道扬镳 洪宁毅然抛弃仙道 永舵轮回 而锦秀却后悔不已 逆天改命之位让他重生 八电影《想见你》柯家燕 许光汉 施白宇 合作过 电视剧版《想见你》 作为台湾经典电视剧代表之一的 《想见你》确定开拍电影版本 而且还是原班人马回归 是的 你没看错 电影版《想见你》将由柯家燕 许光汉 施白宇等人将再次回归并合作 这消息一公开就瞬间 让各国的戏迷们激动不已 虽然电影版的剧情内容方面并没有透露太多 但据悉将会有个全新的结局 以上是电视剧版片花 九电影《不要忘记我爱你》 鼓励那扎 刘以豪 合作过《十二谈爱犬奇缘》 鼓励那扎 刘以豪在寄民国爱情剧《十二谈》后 再次携手合作电影《不要忘记我爱你》 两人的超高颜值在《十二谈》中的搭配 不但CP感超高 就连氛围感也超强 粉红泡泡都快溢出屏幕 《不要忘记我爱你》 可说是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的姊妹片》 也再次延续了时间与记忆的题材 根据著名神经心理学家布伦达 米尔纳的真实案例改编的《不要忘记我爱你》 剧情讲述因手术而导致大脑发生紊乱的作曲人 刘以豪是在《遇见特殊心理》咨询师许星月鼓励那扎事后 两人开启了一段看不到未来的恋爱故事 一个每天都在失忆的爱人 两人该如何一直爱着彼此 这对陆瑶和许星月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两人互相治愈彼此的同时 也在爱情面前 都愿意为彼此一直勇敢的付出 《不要忘记我爱着你》 《不要忘记我爱过你》 这部电影也将在明年情人节2月14日浪漫上演 大家记得不要错过 一时电影以年为单位的恋爱毛小彤、杨乐 合作过三时而已 养于CP的再次合作也太让人期待了吧 由毛小彤、杨乐主演的电影从原先的剧名 《一年之养》更改为以年为单位的恋爱 剧情讲述陆路山毛小彤是何将与杨乐是在一厢打拼 创业的过程中 两人在一场活动中机缘巧合下 相识彼此 并开启恋爱模式 但却在一年的同居生活中 因生活里各种鸡毛琐碎的事情让爱逐渐淡化 《一年之养》的危机 在争执和失望下 让两人对彼此彻底敞开心扉 《寻找安稳和初心》 《一年为单位的恋爱》已在于2021年12月31日全中国上映 《超强CP感萤幕情侣》再次合作引起众多网友关注 以上每部影视作品更是微波先红啊 每一部剧中的CP 无论是剧中还是剧外都让大家很好客 完全就是俘虏了大家的少女心就让我们一起做等每部影视作品的播出吧